你好 我们是全杰科技 现在为您介绍Kentasha 录影中的基本实用功能 首先当您开启Kentasha时候 会有以下的标准选单 第一个就是开启一个新的录影的工作 如果你确定你要建立一个新的录影档案 那就在这边按OK 它在10秒钟之后就会开始录影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是PowerPoint 你可以选这一种的选单 因为录制PowerPoint Kentasha内建的功能 可以大量节省您的记忆空间 可以节省你尺解储存的空间 再过来第三个选项 是建立一个新的录影 并选取要贿入编辑的影音档 这个是属于编辑的部分 第四个是开启旧档 在您录影的时候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Region of Screen 就是你要入某一个区域 这个是靠左上右下去拖拉的 或者您有某一个特定的视窗要录影 那请按这一个选单 于你指定的视窗中下以录制 第三个 你就是可能要录影整个荧幕 那请按这个选单 当您要录一个范围的影像 你按这个之后 这边它会显示你左上跟右下的位置 然后您要录的解析度 在录影中有一些功能 你可以特别注意的 如果你想在点选滑鼠或键盘的时候 有产生音效 然后你可以按这一系列选单 还有在滑鼠游标 你按下去时候 会有特定的一些月晕的现象 一个圆圆黄色的这个效果 你可以做这个选单 然后请按开始录制 Record这个选单 再过来是属于编辑的部分 您可以贿赂您的media 您的这一些媒体 也可能是录影档 音效档或图片等等 然后title clip 往往我们在做 制作Candashia 产生的录影档 我们需要做一些开头标 你可以用title clips 当你选择title clips 你可以选择你的背景 颜色 字形大小 字形种类 这一些 或者您也可以用 选择一个图形当背景 那你可以从这边 开启档案这边加以选取 以下一个title clips 我们是叫做简报测试 只放这四个字 那这是它的背景 这是它字形的大小 这是它的字形 那你做好之后 您就把它拖曳到 这一个timeline 我们称为时间轴 去加以编辑 那你title的时间 你可以加以控制 这就是我们制作影片 开头的标题 当我们将档案 所要录影的档案 拖到时间轴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编辑 编辑一般就是 可能处理你的声音量的大小 或有一些您不想要的画面 农场的画面 你可以在这边把它删减掉 让你的录影档更精简 那你也可以做一些转场的功能 比如说就是一个画面到另外一个画面 你可以用转场的功能 那这个可能就是 可能从中间拉开 或做成万国旗的这些方式 那你做转场功能的时候 就会出现以下这几个画面 你直接将 比如说你这样 Bound这个 推到这里 那就是这一种的转场 那这个转场 你可以设定转场的时间 那确定你就可以直接 那也可以在这边做预览 再过来你可能有需要一个 call out的功能 就是在影片中插入 你想要的注解文字 call out也是直接 把它拖曳进来 就可以了 那记住它是跟影像声音是同步的 可以在这边 这边是属于call out这个功能 那你需要输入的文字 可以在这里 中英文都可以 那你call out也可以做一些外框 然后可以移动你的位置 同样的 你可以设定它的时间 这是一个典型的 简单的call out 我们打一个test 然后选择一个简单的 这个是bubble call out 然后完成之后 你按finish 还有有时候 你可能想要将影片 某一个特定的部分 将它放大 那你可以用room and pane 你放大 以后也可以将它 回到原来的视窗大小 那你按这个之后 你一样把它room 这边把它按下去 记住 这个也是跟video 声音是同步的 然后你就帮你 要放大的部分 左上右下 把它框起来 这个就是放大后的结果 那我们框起来是在这个框框里面 然后再过来我们就是选择 当你放大整个之后 你可能要恢复到原来的视窗 你可以再按这个 show entire video 然后放大的时间 你可以用逐步线性的放大 或线性的缩小 还有你也可以做flash的quiz 跟survey 这就是在里面做一个问答题 在flash里面有这个功能 你可以在这边选 让使用者回答个一二三四 然后答对或答错 会给一个回应 那在这里面 你用quizname 你要输入以下的问题名称 答对出现的讯息 答错出现的讯息 然后如果答错 你要不要让它重复的继续答 当你选择好之后按OK 在荧幕上 就会出现你的问答题 还有你可以加入caption的功能 就是在加入一个 特定的时间 加入文字字幕的效果 同样的它是跟video 是属于平行的 你也可以让它持续几秒 时间由你自己设定 这是caption的一个功能 总而言之 cantashat可以让输入很多 你要显示的媒体 影像档声音档或影片 然后也可以让你做转场callout 还有放大缩小 和flash的问答题 还有caption title的这些功能 谢谢 全杰科技谢谢您 再见 再见 再见